这就算生活吧 喜怒哀乐 结为戏 好了 下面这对家民朋友 也人尽中年 他们同样碰到了情感困惑 他们的困惑在哪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当在正前的国家 起床丢到的人都在 他正前就知道 和几位因处四处留情 我害怕他这样傻子 对我不管不顾 这样不负责任的楼骨 我真不想和他这样挂下去了 好了 接下来看看 这对情侣到底遭遇到了 怎样的困境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老王四十三岁 来自山东 个体经营者 女嘉宾王女士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食品厂的工作人员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结婚六十年吧 二十年了 老夫老妻了 对 有孩子没 有 几个孩子 一个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了 十九了 十九了 今天来干嘛 我感觉他这么 结婚那么多年 他一直都在抢我 我们两个是图书 后来经过明年再说 走到一块 六十岁定得婚 结婚以后我才发散 他喝酒毫无截止 当时我想和他分手 是他上回去了 定下方式说 这彼此都不太喝酒了 结果结婚以后 他越喝越凶 假如我结了婚以后 结了一年多久啊 你解决你只是 当着我的面不喝 逼着我你这儿喝 你说你和朋友在一块 能不喝的酒吗 哪里都有几个不喝酒的 主持人你不知道 他吃着酱油茶 从朋友家喝了酒 吃着酱油茶 然后放到骨里 放到骨里以后 摔的是 怀米三千三一 不醒来时 醒了以后 早知半个人不睡 你知道当时我怎么拿过吧 我看到你躺在床上 那时候孩子还笑 你知道我心里 怎么拿过了吧 你能天亮天亮我了吧 现在还喝吗 现在不喝了 几乎 他当时他几个年纪 在过来 前段时间他又喝了 就以后骑着酱油茶 也不知道是对面 来了一辆车 照着他 可能是眼睛看不清 然后他又摔到路边 可能是一块石头 搁到他的油 然后有主要 发生骨子 都像他 你不是说你不喝了吗 怎么前段时间又摔了 我几乎不喝了 我来到 哪天又非常高兴 和朋友在一块 喝多了 喝多了你就别骑电动车了 除了喝酒他有什么问题吗 他本来喝酒就不对 我说他一句 然后他摔东西 他摔东西 摔东西 比方转转转转转转转的摔 他一般都摔什么呀 这样是 这样的 他摔东西的时候 他喊一路啥 我摔东西了 他吓得我 如果喊到啥 如果我喊再说话 然后他摔 你要不说话 他就不摔了 是吧 有时候我也控制 不得不摔 那就是你们俩吵架的时候 他摔呗 就是我后来就回家 他就瞅啊 后来就 瞅我就不理他 上床上去 他就上去打我 他打你啊 又是 现在那次 他把甲毛都给我摇破了 还咬我 还咬你啊 我 我跟你说 听我 我不联系 当他是个牛脸嘛 我就 手里 有东西摔东西 有什么东西摔什么东西了 哦